數以千計的民眾 星期日聚集在香港國際機場 表達香港人爭取自治和自由的決心 示威者在機場多處設置路障 招致大批防暴警員清場 以年輕人為主的示威人群 不斷高陷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的口號 當警方出現時 他們又高呼黑警還押 一位姓劉的女士對美國之音說 她希望通過到國際機場示威 令到國際社會了解香港民眾的訴求 記者較早前觀察到 現場示威者為了旅客讓出足夠闊的通道 前往和離開機場的交通暢通 出發和抵達航班也大致正常 但是下午兩點之後 一些示威者用行李車 堵住機場大廳和巴士站的通道 並在巴士總站設置路障 導致巴士無法進入 機場當局至今最少四次發出警告 要求示威者立即離開 但遭到拒絕 之後數以百計的防暴警員到場清場 一日前大批民眾不顧當局的禁令 在香港各處舉行示威抗議活動 並且在警察總部、政府總部 和立法會等多處 與防暴警員發生經歷的衝突 未來的警察總部 和南風濟公司 水秀 有記者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